如果大家只追求味道,不吃環境的話 今天這期的大排檔形式的泰國菜 應該不會令你們失望 大家好,今晚在澳門的宵夜時間 帶大家去翻牌一檔 從來沒有在我的宵夜系列出現過的美食 Let's go! Let's go! 你的口頭找到了 Finding Day 那就直接開始了 好了,我們今次4.0的主題叫做茶缺寶 今次來翻牌的這個店 不是本地人推薦,也不可能找到的那些店 自動環境你看,煮小餐旁邊,煮麵路地下 那我們今天要翻牌的就是我們現在面前的這個 補妝泰國菜 到了到了到了 還有沒有東西吃? 有啊 有啊 4位 隨便坐吧 有啊 低度而已 最近要喝酒啊 最近要喝酒 這個應該是大排檔形式的泰國菜 下蛋了 豬頸肉 超豬頸肉 泰式醃雞腳 還有一個肉碎粒 泰林炒飯 炸蝦餅 炸蝦餅也是特色吧 咖喱炒雞 6個菜就好了 喝了什麼? 你是不是一份了啊 喝了一份了啊 今天都沒吃吃吃啊 沒吃吃吃吃啊 3D 辣妹 其實我一直以來吃泰國菜的環境 都是裝修得很漂亮的 我第一次在這種比較大排檔風格的地方吃泰國菜 這個東西我真的很久沒見過了 現在就這樣幾年了 他不會配這個東西幾年了 我的手要 是啊,我的手要這樣的 都可以吃吃啊 你要賺啊 你要吃啊,不是真的在玩啊 好啊,好啊 OK,OK 你看看你還玩 我的樓下應該還敢玩了 在自己家樓下 跟上我自己 嘗嘗嘗嘗著 吃著泰國菜 喝著我們最愛的八加一 像他們這種狀態 吃什麼已經不重要了 向往的生活 歡迎歸隊 歡迎歸隊 And 新年快樂 啊 好冰暖 OK,一個一秒 好帥啊 好帥 好帥啊 這個太好吃了 而且他份量都很多啊 馬上來了 OK,Thank you 炸蝦餅 太熱了 就是他們這裡的招牌炒飯了 對 全是下飯菜 直接趕緊進入我們這個老規矩環節 為了我們客觀的評價 泰式炒肉粹 78元 現在這個是泰式炸蝦餅 依然都是吃泰國菜 比較常點的一個菜 68元 泰式粵雞的份量是非常之多的 這一碟65元 粒粒不明 以這裡店舖招牌明明的 海南炒飯 40元 泰式咖哩 非常之稠泰泰的海式咖哩 都是這種切成雞柳狀的 平骨頭都不用擂 好啦,那我們這個等待的時間又要做什麼呢? 又來一杯 我們要跟他們媲美大聲一點 喝它 喝它 我們要喝一杯子 喝一杯 新年快樂 千呼萬喚死出來 這個 這個因為燃燒所以燒得很久 剛剛新鮮滾熱辣的辣椒 你還看到有燃燒出來的 八十八元 這個真的是可以開始了 水呢水呢水 水呢水 哇哇哇哇哇哇 絕了 這種會不會有點像東北的菜包飯 一開始就直接這樣安排了 我也想到 直接菜包飯安排 泰式東北菜包飯 你又漂亮吧 當然要試一下 東北菜包飯 捨不下去 這個肉碎 這個是屬於必須要點的第一碟菜 來 加點醬汁 好 加醬汁 炸蝦餅 裡面全部都是滿滿的蝦肉 泰式醃他們這個 毛骨雞的 一定是吃完一個 立刻想接另一個 又酸又辣又甜 這一樣是下飯神絲 這就是下酒神絲 老闆強調這裡說 這裡不是提前做的 這裡是現場從生燒到熟 一個自己熟 泰式炭燒豬脊肉 非常爽脆 泰式咖喱雞肉 有明顯的椰香味 偏甜不厚 微微辣 吃不到辣 有喜歡吃咖喱的朋友 這個口味好 好吃 我最後要放下了 手指一片生菜電台 靚靚的炒飯 泰式炒肉水 泰式魚毛骨雞腳 泰式炭燒豬脊肉 這六點太大了 泰式咖喱 最後泰式咖喱 喝起來 兩個生菜夾起來 健康漢堡 就等於沒有 這個叫做炎耳道零食豪華版 東北菜包 泰式飯 全部抹掉 Let's go 來來來來 乾了 光鋒行動 我們其實不是吃過很多泰國菜 但是今天這裡做出來的味道 是好吃 甚至乎是去到 我覺得我要推薦給朋友的那個標準 就是非常的滿足 還有一個我想說很久的就是 也是一個定律 其實去任何一個飯店 一些長輩聚集的地方 可以說就是名副其實的老套 一個飯店不會拿吃到那邊的 OK買單 哇 奶奶多少錢 奶奶多少錢 多謝 謝謝 OK 我覺得也可以接受的了 即是可以炒菜幾個人在那裡吃 味道不差 對,味道不差 今期是我首次賣賣的泰國菜 亦都算是打破我以往泰國菜餐廳的認知 那大家如果只追求味道 不吃環境的話 那今天這一期的大排檔形式的泰國菜 應該不會令你們失望 最後要強調一下的就是 這個泰國菜的地理位置 比較靠近拱不口岸的 可以作为大家澳门站的最后一袋美食 今期的分享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